春节连续假期长达六天的时间 为了迎接来到台东的大量游客 关山米国学校 除了拥有知名度高的米乖乖之外 更推出了制米以及彩绘的体验活动 希望能够让来到关山的游客 留下深刻的印象 剩下不到24小时 春节连续假期正式的开始 可以看到米国学校的现场 已经开始出现人潮的状况 为了迎接春节期间 大量来到台东游玩的游客 关山米国学校祭出了 自米以及彩绘的体验活动 其实米国学校的体验活动 有非常多样 除了来参加我们的自米体验活动以外 其实现在还有陶瓷3D彩绘的体验 可以来这边画风铃 画纯鑫筒 透过你的彩笔 你的想象 可以把我们陶瓷的玩偶把它画得很漂亮的带回家 民众拿起自己喜欢的颜色 再用水彩笔画在3D的公仔上面 再由一旁的工作人员指导一些小技巧 就可以把色彩鲜艳的公仔带回家当作纪念 我觉得这个词汇很简单 但是很疗愈 很好玩 听说关山米国学校这边有很多 跟一般地方不一样的体验行程 像我刚刚还有体验那个稻米眼膜 我也觉得很有趣 今天是特别来这边体验的 我觉得这个彩绘就是在可能台九线旁边 然后塞车的时候进来啊 然后在有课休息之余 也可以手边做一点小小的事情 然后做陶翅才会就是不会太累 所以也不需要耗费什么体力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米国学校除了有相当知名的米乖乖提供民众挑选 现在还有许多农特产品的商店让民众选购 在游玩台东的同时 顺便认识到了关山镇的在地特色 记者 蔡燦 关山镇报导